本年度诺贝尔颁奖典礼最后一个奖项 经济学奖揭晓 获奖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戈丁 这位哈佛大学教授也是第三位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综合媒体报道 评委会形容戈丁的研究推动了 人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因为她的研究激示了变化的原因 以及依然存在性别差距的主要根源 首次全面阐述了几个世纪以来 妇女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的参与情况 评奖委员会指出 在全球范围内 约有一半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 男性劳动者的比例则占八成 但女性的收入较低 且不太可能达到职业阶梯的顶端 委员会希望透过这个奖项 表彰她在女性劳动力研究的杰出贡献 戈丁将获得1100万瑞典克郎 约472万令级的奖金 她们证明地和全球范图的 剧场上参与 你们对了 杨xe 임 sending